今天是9月3號軍人節 上午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到淡水忠烈祠 進行訓難同胞的秋季典禮 市長侯友宜上午10點到場擔任主祭 而新北市議會各機關以及軍方等代表 以及獵役市的家屬 共計約300多人共同陪祭 一同表達最深的敬意 今天是9月3號軍人節 新北市市長侯友宜 今天上午來到了淡水忠烈祠 進行革命先列 陣亡將士暨遜難同胞秋季典禮 市長侯友宜上午10點到達淡水忠烈祠 擔任主祭 新北市議會各機關軍方等代表的 獵役市家屬忠祭有300多人陪祭 一同向242位的獵役市表達最深敬意 那我想新北市的忠烈祠 就位在我們的淡水 那忠烈祠祠祭祀我們所有革命先列跟陣亡將士 還有我們那個殉難的同胞的一個地方 那市長每年他是以新北市市長的身份 那率領我們所有的局處首長跟地方的區長 以及軍警銷的代表 那在每年的3月29號青年節跟9月3號的軍人節 都會來到淡水的忠烈祠 那為我們這些陣亡將士還有革命先列 來做一個祭祀 為了表達對為國捐軀的烈士禁調 秋季典禮在警察樂隊及國樂團莊嚴隆重的樂聲當中進行 由市長胡友宜依序向烈士臨位上香 獻果獻花獻絕 並且透過公讀紀文表達對於烈士為國無私奉獻的感念 肯定烈士英勇行為長存於國人心中 那其實我們所有的 我們在身為所有的這個新北市 或是說我們的國民都應該要感念 這些革命將士跟陣亡的同胞 那他們對國家抛頭撒熱血帶來的奉獻 那所以在忠烈士裡面市長也非常的重視 那每年就來祭祀他們讓他們勇享祭祀 那也希望他們的事蹟都能鳴記在我們的心中 淡水區區長陳秉仲表示 新北市的忠烈祠位在淡水區 而新北市每年分別在3月29號青年節 以及9月3號軍人節 分別舉辦春季以及秋季典禮 感念及表彰為國奉獻一生的軍事官兵 為軍人保家衛國及忠勇氣節至上最高敬意及謝意 同時藉由典禮引領民眾 慎終追遠 感念前人烈士無私的奉獻精神 記者許多一彈水 蔡芳報導